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是太好申请 有的人能建房 但是有的人他也不能建房 现在的农村建房 要求的也是特别的高 所以说不能随便建房 为什么呢 今天咱们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第一个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在我们农村 现在实行了一户一载 如果你是几个人口 或者是和父母在一块住 是一个户户本的情况下 你这个要想申请建房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实行是一户一载 如果你和你的老人 就是说分户以后 你这样可以再选择一次地方 就是通过申请以后 可以再建一所房子 这也就是说申请房子的原因 就是说你必须得符合一户一载 如果是你一个家庭 可以申请两个或三个的话 这样就不允许了 这样不符合这个规定 肯定不允许你在农村建房子 如果和你的老人就是和父母 就是分开户口以后 你这是两个户口本 两个户口本就代表着你这是两户 两户你就可以再申请一处房子 这样就能够盖房子 第二个相信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的农村建设的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农村的新农村的建设 可能就是说原来的旧村 要改成其他的就是乡镇合并 这一种进行这个土地赔偿 这个土地赔偿 你如果是一户多宅的情况下 赔偿会这个问题 可能就有一定的难度 有的人可能就是说有钱的人 他能够盖很多的房子 在赔偿的时候 可能能得到的利益很多 但是你像我们农村有钱 没有钱的人 他可能就在一束房子 如果是同时是四口人 一家有三所房子的 和有一所房子的 他肯定赔偿不一样 所以说这一个也是问题的关键 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的赔偿问题 如果这个赔偿问题就是说 悬出太大的情况下 可能就是在农村也是跑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说 现在在我们农村 土地也是非常的有限了 就是不像原来的土地那么多了 就是说有占地 还有这些开发 很多很多的占地 在我们农村能够使用的土地 确确实实是太少了 这样的情况下 农村这个土地有限 对于这个建房来说 也是受了一定的限制 这样的情况下 肯定就是说没有土地 就没有办法建房 这也是最主要的几个原因 就是刚才新新和大家讲解的 这三个原因 就是说农村 为什么就是说不让建房子了 第一个就是说 实行一户一宅 如果是你这个没有分户的情况下 您就是说人口再多 你还是实行这个一个宅子 如果你有多个户口的情况下 就是说您这样就可以申请 就是说第二个宅子 这也是在农村 就是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 还有土地资源的这个有限 还有这个就是说 赶上这个新农村建设的 这个赔偿问题 这几种加在一块 就是我们农村了 就是说为什么不让建房子了 就大致这些原因 本期视频呢 星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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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